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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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回來 大家好 我是Francis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是東京星期六 現在我來到這個奔松町站 為什麼我要來到這個站 就是因為我今天要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大家看到嗎 很小的就是這個東京鐵塔 其實很多年前我已經來過 東京鐵塔這個地方 但其實我未試過上去最頂的地方 看這個風景 今天我就會挑戰上去這個 東京鐵塔上面 為什麼我會用挑戰這個字 因為今天我是不是很普通的上去 我是會走樓梯上這個東京鐵塔 因為現在東京鐵塔 有一條專用的樓梯可以走上去 大概五百多級 就可以走上去這個東京鐵塔上面 所以今天我就想挑戰一下 走這個樓梯會不會很辛苦 還有看看它的景觀是怎樣的 去東京鐵塔的方法很簡單 如果你是搭JR的話 你可以像我這樣 就搭去這個奔松町站 就可以直接走到過去 大概十分鐘就已經走到過去了 如果你是搭這個刀營線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個赤穴橋站下車 就是最近這個東京鐵塔的一個站 還有你一個站也可以下的 就是大門站 就會比較近我現在奔松町站的這個位置 他們兩個站都是附近的 所以其實很近 上去東京鐵塔之前 之前呢有件事我要做的 就是要先找東西吃 上個剛剛我搜尋這個Google Map 看到附近有一個吃Katsudon的地方 然後我上網看這個Tabelogu 它是有3.7分的 其實都幾個分 所以我打算現在過去看看 好 大家 我們剛剛已經進來了這間 叫做Tomgatsu Aki的一間店 就是吃這個炸豬巴當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間進來吃呢 除了它在Tabelogu有3.7分之外 剛剛我看的照片 它是那一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的炸豬巴當 它裡面是粉紅色 就是外面是白色 然後裡面是粉紅色的那隻豬巴當 我一直都很想試一下 而且因為這裡有很多不同款式的鹽 還有很多不同款式的醬 可以點到Katsudon去吃 所以我就很想試一下這間店 這間店其實不是很大間的 是超級小間 而且全部人說的都超級淨 所以我在角落都是很小聲的錄片 就免得阻礙其他人 剛剛我點了一個上等的螺絲石 我不知道上等和特品的分別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肉的分別還是尺寸的分別 我就選了比較便宜一點的 這間店的點餐的模式就是 外面有部機器可以給你按 那你就入錢下去 入完錢之後 你按完你想吃的餐之後 你就會有一張這樣的Ticket 拿到之後你就要給廚師 然後他就會開始做你的食物 大家剛剛的Katsudon已經上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很漂亮 它值得 它是一個厚切的豬扒 然後它是包一大盤的沙律菜 然後一個飯和一個面試湯 這個就是他吃的餐 那這個餐就是1500日圓 我想說它裡面的皮炸得很脆 但是裡面是超級嫩 我覺得這個豬扒是完全值得過來試試 我想說它的湯是超多材料的 超多肉在裡面 還有一些瓜在裡面 對 它的湯很足料 這個湯很好喝 我喜歡 它的味道很清新 還有它有一點肉味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挺好喝 它連這塊肉也很嫩 我想說 最後我就試用它提供的所有鹽和醬料 而我覺得也是炸豬扒醬最好吃 吃 Hello 大家我現在已經吃完東西了 我想說我現在超飽 那盒東西是超級大盒 我差點吃不完 還有剛剛我走的時候 剛巧遇到這個吃飯時間 所以很多人在外面排隊 那現在吃完東西 就是時候走過去這個東京鐵塔那邊 現在我需要消化一下 到處走一走 向著這個東京鐵塔的方向 就會來到這個叫支大門的一條街 就會有一個鳥居在外面 我剛剛已經經過了 大家看到嗎 這裡走到尾 應該就是一個很出名的公園 叫支公園 就是一個可以拍到 整個東京鐵塔的樣子的一個公園 那我就打算現在過去散一下寶寫 等一會我留學的兩個朋友 都會一齊過來和我一起上這個東京鐵塔 所以我決定現在去了支公園 到處走一下消化一下 那就一邊走一邊等他們 在我的宿舖呢 原來走到尾呢 除了支公園之外呢 這裡呢會有一個寺廟 就是一個叫做真相寺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寺呢 旁邊就已經是東京鐵塔了 超級近啊 你們兩個 大家走過一點點呢 旁邊呢 還有一個地方被人參拜的 還有一個地方呢 可以看到很多玉兒地藏菩薩的 有風的時候呢 那些風車呢 是會一起在這裡轉的 超級有趣的 大家如果來真相寺的話 就記得要過來這裡看一下 好 好 大家好 我現在已經來到這個支公園的範圍裡面了 就是這個真相寺的隔離了 我想說呢這裡呢 是超大的草地啦 超多人在這裡夜餐 然後有些人呢 在這裡踢球 有些人在這裡踩滑板 有些人在吹泡泡 超有感覺的 遲些也可以過來這裡夜餐 其實超級美的 還要看著這個東京鐵塔的景 超級美的 這裡 還有呢 剛剛公園最入的那邊呢 它有很多很漂亮的花 開了出來 是有一個花園仔 是超多不同顏色的花 都開了出來 是超級美的 如果大家想上花的話 絕對可以來這個支公園那裡上 有些人在這裡 就是要去到東京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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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完之後就是時候出發到東京鐵塔 由於我的朋友剛剛才睡醒了 所以我就唯有自己過上東京鐵塔 過去的途中是完全不需要Google map 因為你會一直看到東京鐵塔的蹤影 一直向著塔走就一定不會當失路 而且沿路也會有很多指示牌 這麼快我就已經到了這個東京鐵塔 現在我已經到了這個東京鐵塔的塔底 大家看看這裡超級美的 很多這些魚在這裡飄來飄去 這個裝飾超級美的 然後上面就已經是東京鐵塔了 這裡好像有個迷你祭典一樣 會有些food truck在這裡 還有有一些小飾和飲品都可以在這裡買到 這裡都是一個休閒區 可以讓大家到處走走走走走走走歐休息一下 現在現在東京鐵塔 跟幾年前我來東京鐵塔的樣子是差很遠 之前我記得這個位置 商場裡面是只有一些精品店 我記得那時候是在搞一個one piece的活動 有些one piece的東西去買 還有很多不同的手信在這裡買 現在好像裝修過來了 已經變成這樣 然後這邊就是TOKYO TOWER的入口 然後這邊就是其他商店和食物 大家可以見到我們現在在一樓的位置 如果我們是想走路上這個東京鐵塔的話 我們是要去到R樓這個位置 就會見到有一個叫STAIRS UP TO MAIN DECK 就是這個位置走上去 無論你是搭升降機還是走樓梯都好 我們都是需要去這個位置去買票 這裡會有一個TICKET BOOF 我們就會在這個位置買票 都是一樓的位置 大家剛剛就已經買了這個燈塔的票 它是有兩個價錢的 一個價錢就會去Main DECK 就是去到中間再高一點的一個位置 也是我今天會去的那個位置 那個價錢就是1200元一個人 一個大人 如果你想上到最頂的話 就會是另一個價錢 好像是3000日圓 就可以直接上到最頂的位置 不過這次走樓梯的這個COS 只是會去到這個Main DECK 所以這次我就買了上Main DECK的那張票 大家買完票之後 外面會有一個位置 是有條Direct的樓梯可以上去R樓的 現在我就走的這條樓梯 其實我已經到了 在這個位置 我已經很累了 沒開始走已經很累了 現在我已經到了這個R樓的位置 這個就是上樓梯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有些人現在在那裡落你 還有有些人在上去 其實來回你也可以選擇去搭樓梯 如果你上完樓梯之後上去 你覺得累了 你不想再走的話 你也可以搭升降機下來 不過我這次話畢竟挑戰 所以我上樓梯也是會走樓梯 就是這裡 大家這個位置 就是上東京鐵塔的那條樓梯 這裡你可以看到它寫著Stairs68 就是代表這個樓梯大概有600級 我記得是500多級 我忘了準確的數字是什麼 大家上去之前就先去廁所 因為這條路是沒有任何的廁所 所以如果你上面急料 就沒人幫到你了 大家好 現在已經正式走這條樓梯了 我想說剛剛檢查票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張這樣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一個證書 證明你有走過這條樓梯 是一個紀念品 這條樓梯除了可以讓你走 其實還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這裡每走幾步路之後 它會展示給你看你走了多少段 結段的意思就是 代表你走過多少級樓梯 全部都會在樓梯上顯示 雖然它說是500多級 但是其實很快就走完 我想說我現在已經走了100多級 快到200級 只不過開始了無奈 還有如果你真的怕累的話 其實這裡不限時的 你可以慢慢走都可以 你完全可以停在這裡 然後打卡 拍照照 看看周圍的風景都可以 其實這一個位置 都可以拍到很多美照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走這500多級樓梯 不算是一個挑戰 這裡對我來說的挑戰 是我畏高 其實這裡已經很高 我們走了200多級樓梯 但是我其實已經有點害怕了 其實我已經有點不敢走 而且這裡的設計都很好 它每走大概50米 不是50米 50米 它就會有一個地區 可以給你打卡 看到現在那裡有兩個人在打卡 你就可以走出去外面 就可以更仔細看到外面的景 還有可以有個位置給你拍照 不過我剛剛才說完500級 對我來說不是挑戰 我已經喘氣了 完全不可以連續走 一定要休息 如果不休息的話 是很辛苦的 走這條路 然後你每逛一會 它會有一些問題去問你 是一些關於東京跌塔的問題 這些問題是有答案的 它說每一塊板的答案 會在下一塊板出現 東京塔華の… ペンキのトリタエには 竹場加必要となりますが 我猜這條問題就是問 以前東京鐵塔 這個竹場樓 我不知道是甚麼 是用甚麼材料製造 不知道 我還是猜而已 剛剛那個日本人已經幫我答了 它說答案是這個 2號 我們一起上去確認一下 是不是對的 答案是對的 真的是這個軟態 馬路態? 馬路態? 大家 我終於到了終點了 可不可以一口氣走完那二百多級樓梯 終於去到這個高 他說這裡是六百級 原來它是 就是剛剛下面五百三十一級 就是那裡遠 然後你繼續上也有些樓梯 然後算上這些樓梯 應該差不多就會是六百級 對 我終於上來了 好累 這個挑戰 原來這個挑戰不容易 在這裡你還可以找到一個鏡頭 你可以放手機或相機在這個位置 就當是一個腳架這樣用 那就可以拍到很多相片去留念 既然難得一場來到又完成了這個挑戰 沒理由不拍照才走 對不對 我終於到了這個展望台了 啊 累死了 我想我整個頭都是汗 我整件衣服都是汗 好熱啊 而且這裡是暖氣 熱死我了 現在環點都上來了 就帶大家繞一個圈 看看這裡有什麼可以看 然後我猜我應該會直接走樓梯下去 不過我想說呢 現在還是陰天 所以其實展望台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好看 景都很普通 因為不好天 這邊就是上頂樓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上頂樓的位置 不過我這次就沒有買到票 所以就不會上去的 其實在主櫃這個位置 除了看風景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首先這裡會有一個迷你的神社 它跟普通的神社是一樣的 你可以好像平時那樣參拜這個神社 然後可以買這裡的御守 而這一層呢 還有一間手信店 它的名字叫The Sky 在這裡可以找到很多跟東京鐵塔相關的商品 不過這間店一直都很多人 所以我建議大家去東京鐵塔樓下有個商場 那裡人就比較少 而且有更多的商品選擇 所以大家可以下去樓下才購買 大家 大家想說這裡有個位置可以拍照 是一個photo booth 可以給你免費的拍照 這裡會有一個專業的攝影師 就會幫你拍一張東京鐵塔的景的一張照 那你拍完之後 他就會給你一張這樣的紙 這張紙可以拿回你那張照片的 那你就要去回東京鐵塔三樓的位置 那你就可以去拿回那張照片的 那他還有另一個計劃的 就是一張紀念品的卡 就是你拍完那張照片 他就會幫你印到一張大卡 然後你就可以放在家裡做一個榴槤 那因為我現在自己一個人 所以我就不需要去買了 而且因為要付錢 他好像要付1500日圓 對啦1500日圓 就可以拿到那張卡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這裡拍照 那我剛剛就已經走完整個展望台了 那現在就是時候走回樓梯下去這個R樓的了 那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裡有個小洞 對啦 這裡就會有條樓梯可以下去的了 那我剛剛看到他有塊牌寫著 原來走這條樓梯下去 是要大概8分鐘 那我就想實測一下 是不是真的8分鐘就下去了 所以現在我就準備了一個時間了 對啦 那現在就開始走下去 我就不會停的了 就會一直一直踩去到尾 然後就看看我能不能在8分鐘內 下去這個R樓 那1 2 3 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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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到了出口了 現在停止 4分54秒 快了一半 代表你認真地走下來 大概5分鐘已經可以到達這個位置 不過膝蓋會很傷 所以沒什麼事還是慢慢走 我這次走樓梯上東京鐵塔的挑戰是成功的 我走完這條樓梯之後 我很慶幸自己有做到這個挑戰 因為我想說這條樓梯真的不是特別辛苦 其實挺有走的意義 而且上面真的很漂亮 你看景是一流 你可以看到四周圍的景 我覺得比在展望台上更漂亮 因為展望台有一層東西隔著 而且玻璃不是特別乾淨 所以不是看得清楚外面的景 但如果你走這條樓梯的話 你可以透過那些洞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 而且親眼看到有多漂亮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一場來到東京鐵塔 不妨試一下這個挑戰 你真的不會後悔 而且老實說500多級、600級樓梯 真的不是特別辛苦 而且它都沒有時間限制 其實你可以慢慢一邊休息一邊走 你如果真的覺得很累的話 你可以坐在一邊 慢慢看風景和打卡 都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等一下我想說 我已經下來三到這個位置 去拿我的照片 給大家看看 這顏色很噁心 很黃 很vintage 很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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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原來二樓外面這個位置 是有這麼多的food truck 是一個很大的area 好像有個祭典的感覺 這個是food festival的感覺 這裡有很多人在賣的消息 在這裡吃東西 走完整個圈 我發現其實只有兩檔是賣東西吃的 其他的全部都是賣酒的 我猜這裡應該是一些公司的活動 就是公司的啤酒節 或者那間公司就是啤酒公司 就是在這裡推銷他們的新產品 大家有沒有猜錯 真的是啤酒節 應該是說啤酒祭典 是這間和這間公司一起合辦的一個啤酒祭典 我剛剛就看到他的poster 他就會舉辦到5月7號 5月7號之前都會有這個祭典 在這裡 終於出現了嗎 蛤 蛤 我已經走完整個東京鐵塔了 你們才出現 你也走你 吃屎吧 把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朋友已經到了 我們現在應該會到處逛逛 這裡有什麼看 還有等等 應該會吃完飯 就會回家了 所以這條片 都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多多like 多多share subscribe和comment我的頻道 那今集的反轉東京 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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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準備好了 別忘了這個片的 沒關係 算了